姚远 姚远 我在这儿 在哪儿 浴室 你带着别动 姚远 姚远 你小心点啊 这下面有沐浴露 你穿钢鞋不安全 那我们出去吧 你戴手机了吗 戴了 那你刚刚进来 怎么不打个手机筒啊 对 对 我忘了 走过来 小心 小心 小心点 小心房东大人 停水应该是发沉的问题 你已经修好了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嗯 一天天的 就只要给我找麻烦 这个 也不能怪我吧 林总 小心 林总 其实我 你干什么啊 别动 你这儿怎么弄的啊 可能是刚进门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的 没事 你 这么着急我干吗 着急到鞋子都不换 也不打个手机筒就进来 我才没有着急你 那就是紧张我 你 我只是不希望这里变成凶宅 好了啊 你先走 林总 那个 坐坐坐坐 那个 我饿了 你看你今天到现在 也没吃晚饭的吗 要不要一起 我又不饿 我 我 林总 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 跪的事情坐着呢 咱们以后慢慢了解啊 谁 谁 谁要留情 自作妒忌 怎么回事啊 林总 请 我平时都只吃牛排 鹅肝 喝咖啡 就算是中餐 我也会去全宴楼吃 这些菜 我就勉为其难地试一次吧 算了 就给你个面子 谢谢 怎么样 林总 这中式炖牛肉 是不是比牛排还好吃 手艺不错 那多吃点 你们女孩子呀 平时虽然工作重要 但是身体也更重要啊 女孩子 这种形容小女生的词 你还形容我 你不是女孩子呢 你怎么还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谁爱吃这些东西了 我只是平时加班碗 用来捅捅肚子而已 我只是平时加班碗 我只是平时加班碗 很注重保持身材的 不可能吃那些 你要不吃的话 就扔了吧 哎 房东大人 你也不吃 留给我的啊 我可以吃 别再这么叫我 免得在公司 养生习惯引起别人怀疑 可是 如果私下 还叫你林总的话 总感觉 一天的工作还没有局处 不舒服 那你想怎么样啊 嗯 那我得好好想想 你自己慢慢想吧 好吃吗 好吃 多吃啊 再来一块大牛肉 嗯 你 早知道我就藏得严实一些 你想要藏什么 没什么 你是数仓鼠的吧 居然还有藏东西的习惯 我又藏什么了 你不是想藏我吗 你不是想藏我吗 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都给你买了 之后你想吃什么 我全给你买 你不用按照我的喜好 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天色不走 先走了 疼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之前摔着了 没有外伤 要不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今天太晚还用不明天吧 你要不帮我擦擦药吧 我跟不着 我不会 就像我帮你擦药那样 你学我 疼 那我试试吧 疼吗 疼吗 好多了 小屁孩 倒是会撒娇 小屁孩 怎么了 我看过你的履历 幼小了整整六岁 你不是小屁孩是什么 那我知道私下里叫你什么了 什么 私下里就叫你 姐姐 有多遥远 去你的身边 姐姐 姐姐 我先走了 姐姐 路上小心 大家记得发微信啊 不对不对这不是我 我怎么会对一个小屁孩 我还是行动呢 这种场景我也是见过的 应该是她害羞才对啊 私下里就叫你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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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龙曼宁什么大场面 没见过 才收购 争股权 争项目 这种小场面 睡一觉就好了 对 我想好好睡一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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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